而不只这些围楼得面临重建非常辛苦的漫长之路 餐饮业 观光业 在花莲遇到强震之后呢 现在更是欲哭无泪 像是海鲜店呢 被迫转型卖其便当 面线 还有水饺 这些至少平常民众会吃的小吃 老板说啊 想做的到会做的都拿出来卖了 而另外看到民宿业者啊 几乎也是没有客人上门 倒成一片的也一堆 那只能把暂停营业的时间呢 用不到东西拿出来卖 菜农这边也非常辛苦 因为中横道路管制采收不及 惨赔破百万 桌上好几盒便当菜色多样相当缤纷 老板系新装盘新鲜干贝用料给好给慢 就靠浓潇烹调过程 仿佛搁着一幕 香气都会扑鼻而来 这就是便当煮菜会不会太澎湃 他怎么造这个东西 就同事分享 会啊会想定啊 因为现在真的是也没有游客 顾客一定就是一大袋之间知名 海鲜店座位在花莲 因为没了观光客不得已只能想办法 暂时就行 地震后其实整个业绩就是下滑 现在大概都是平常日的话 就只剩大概两两成或三成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会做一些比如龙虾便当啊 或是一些面线包肉粽或是水饺啊 一定是做不回来 但是我们就至少说可以维持员工的薪水啊 为了不让员工失去套路 真的是能耸得到能做的都做了 而民宿业者则是把能卖的都给卖了 民宿与楼街带区直接变成跳蚤市场 把停业用不到的东西全部拿出来甩卖 希望能减薪一些负担 即便除清家要打两折 还是要想尽办法换一些现金回来 而农业部分因为中恒台八线交通受阻 农民只能在管制时间内送下山 才说太慢就枕放烂 再不抢购的话这能吃什么 这一次损失多少 百元一百多万跑不掉 蔡隆正对市售不出来 总要卖给超市的货豆 现在都还烂在土里 花脸人的生活 现在可真的都不好过 记者项目业学历型花脸早报道